七百二十八萬二千二百七十二頭條日報梁家極傾向出席會經官李卓人范國威週日距北上 2015年5月26日港民、P、二十立法會全體議員早前獲邀在週日 三十一日 到深圳、跟港澳辦主任黃光亞等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會面 部分泛民議員已表明不會北上 當中包括工黨主席李卓人和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 泛民泛合會召集人兼公民黨黨魁梁家極傾向出席 希望在最後階段尋求突破八三一政改框架 建制派議員基本上會赴約北上 泛民議員仍在商討立場 工黨主席李卓人已決定不會前往 因自己沒有回鄉卡 加上當日時支聯會的六四遊行 至於工黨其他立法會議員會否認要北上 則須再開會討論 公民黨黨魁梁家極個人傾向出席會面 聆聽三名中央官員的論述 不過若中央官員指示教訓泛民 要求接受袋住先 從新八三一框架不可陷動 會面將不能取得任何成果 另外 民建聯作發表第三次政改方案調查 共訪問超過一千名十八歲以上市民 結果顯示 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 三成二人希望立法會否決方案 與對上兩次 二月中及三月底調查結果相約